南台湾有个公关公司创办人才32岁 大学时期他是拼命的玩社团 而且光是办个向远演唱会 就吸引了上万人参加 他也积极的累积资源 出社会之后成立公关公司 他让蚊子馆摇身一变成为热门景点 这位青年老板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大学怎么念 周六傍晚凉风徐徐 高雄廉池谈旁 大人小孩享受片刻悠闲 几年前这里还是 乏人问津的文字馆 如今公关公司进驻经营 活动多了 人潮也来了 幕后工程就是他 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 荔枝树在里面 那让他摆设起来 看起来这个水果就非常好吃 所以现在卖水果卖最好是玉盒包 对 但是其三的蜜椒也卖得不错 Polo衫 挂毛巾 手机不离声 他是邵志杰 才32岁 就已经是知名公关公司的负责人 政府标案 民间节庆 大小活动都包办 他还经营舞台公司 游戏公司 事业版图 遍布南台湾 在桌椅上面 我们也特别选择用 比较舒适的靠背的沙滩桌椅 跟我们的表演团体 严格的要求一定要跟民众互动 活动怎么办 自有门道 球链的管理能力和创意 都归功于大学那段 玩康府社跑学生会的日子 因为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还有半夜大概都在这边 有时候桌子拼一拼 就在桌子上睡觉 以社办为家 废情忘食 上市节大学念的是 数得科大气温器 不想只是学理论 只上谈兵 他连上课时间都往社团跑 从康府社到学生会活动长 总干事 什么都做 什么都玩 而且要玩就要空前绝后 献献家族 周杰的演唱会 宿舍的所有阳塔还有看得到 对面的草地 马路上 就全部都是人 大概有一万多个人来参加 演唱会找最红的歌手 严锡营找最大咖的讲师 连社团送救都是史上最豪华的 别人的送救一定是一般 大家就是很简单 就是规规矩矩的 这样办一个送救 他不是要办得跟一个晚会一样 然后帮所有人去租了礼服 因为在有限的经费之下 当然就是自己会想象说 怎么样去突破 去要更多的赞助 正是这样的企图心 让他创业后案子越接越多 品质假厚到修复 学生时期的邵之杰 早就有创业念头 玩社团不只是打发时间 他还积极建立资源网络 喜欢跟一些长辈做接触 然后可以跟他们身上 学到很多的东西 你们有了互动 往后我们如果自己 康普什要办活动 也可以去找他们做赞助 大家是互相的 回到系上 即使毕业快十年 当年这位优秀同学 还是让老师赞赏有加 好久没回来学校了 他胖了 真的吗 我们系上提名 他杰出喜有 我曾经提名过一次被他拒绝 他说他太忙了 还有很多更优秀的同学 从事团干部 到公关公司老板 邵之杰 玩出自己的一片天 公司团队多半都是玩社团出身 对他来说 学业成绩其次 处事能力才重要 在社团担任过什么样的干部 然后你为这个社团付出过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大概是我在面试的时候 会先优先考量的 客人来点餐的时候 然后来到这边之后 我们主动送去给他 辛苦了 天黑了 邵之杰还在活动现场紧盯每个环节 创业维艰 十年来累积的人脉资源帮了不少忙 当年的投入如今已化为甜美果实 也许